随着欧美圣诞节假期到来 带动VR装置销量爆发 2017年预计达510万台 Sony Oculus HTC更被市场看好 将站稳前三名 近期HTC与国际博物馆合作 也与故宫共同发表首款的 书法沉浸式虚拟实境应用 要将VR装置朝向一文 以及更深度的内容发展 迎接VR的市场挑战 先到故宫欣赏书法作品 不只能看 还可以透过VR装置 来体验书法中的内涵 故宫典藏的唐代知名书法家 华一苏的自续帖 以动态的方式呈现 仿佛站在凉亭中央 欣赏书法与武道的声光效果 使用者还可以借由VR装置 有如拿着毛笔辉豪 360度体验书法的虚拟事件 透过跟我们科技界 更多的结合 创造更多的一些新型的方式 或者创新的一个体验方式 让民众的话对文物有不同的一个体验的经验 我想不仅仅是从单纯的VR出发 它是从一个作品出发 我们在做不同的尝试就是说 怎么样透过VR的东西 可以把艺术文化带给普罗大众 什么情况 我这是在哪 2016被视为VR元年 随着欧美圣诞节假期到来 带动VR装置销量爆发 根据资料显示 2016全年度VR装置 出货总量达291万台 到2017年达510万台 年成长率为75% 秋货排名移序为Sony PSVR Oculus Rift 与HTC Vive 近期HTC更积极跨领域合作 包括诺贝尔博物馆 巴黎巨欧德剧场等 今年第一年我们看到最多的内容是游戏 我想坦白讲也是这样 我们明年其实看到各式各样的活动 我们希望可以enable更多方面的 艺术文化方面 教育方面 甚至这个其他的商业应用方面 各式各样的内容可以更实际的落实或执行 或是这个到消费者的身边 面对全球竞争 游戏已经不能满足VR市场 鲍勇者表示 HTC还要从现有的内容上 加强深度与长度 来增加使用者的粘着度 准备好2017年VR的新战场 新唐人亚太电视胡宗翰李晶晶 台湾新北市报导